孩子视力多少算正常? 低龙,眼科,副主任医师 我们人出生以后呢 其实我们的视觉是一个逐渐逐渐正式化的过程 我们新生儿其实是一个远视状态 到了一定年龄我们逐渐逐渐往正式化 什么叫正式化?就是视力到达正常水平 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我们又在往近视的方向走 所以各个年龄呢 它的视力标准是不一样的 通俗来说我们三岁以下的小孩 一般是测不了视力的 所以国家的现在的新型的标准呢 就是说三岁到五岁 我们最低的视力标准是0.5 在五岁以上 我们小孩的最低视力下限呢是0.7 如果小孩在这个标准以外呢 就要定期的到医院进行检测他的视力 如果视力发生了这个下降 我们就要及早的进行干预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 全球近视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国家 在高中人群当中呢 我们发现近视的发生率高达95%以上 所以这个患者和家属一定要注意 这个小孩的视力发育情况 专家提示 一、三到五岁最低视力标准是0.5 二、五岁以上小孩最低视力下限是0.7 三、小孩视力在标准以外 应定期到医院检测视力 视力下降 应尽早干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